大家好,我是傅云青医师 根据疫苗安全性监测资料显示 接种BNT疫苗后曾出现极罕见的心肌炎和心胞膜炎病例 这些病例主要发生在接种后14天内 较常发生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 并且年轻男性发生率较高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接种疫苗后28天内要特别注意以下五大症状 1.胸痛、胸口压迫感或胸闷 2.心悸如心跳过快或不规则 3.呼吸急促 4.运动耐受不良 如走几步就很喘、没力气爬楼梯 5.晕厥、昏厥 出现以上症状时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医师症状持续时间 以及曾接种的疫苗及接种时间 中文字幕后 歡迎收看大師大外小孩 今天是9月29號禮拜三 今天台股是大跌 跌了325點 今天是禮拜三 因為尾盤有週選擇權結算 跟摩台期的結算 所以最後一盤也沒有拉 那你說老師 那今天這個盤 把之前16838的低點又跌破了 接下來怎麼看 不用怎麼看 就放輕鬆 股票如果是要去 他就會去 股票如果是要拔的時候他就要拔了 所以可是我還是要跟你講現在是紅色警戒啦 你不要亂買股票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在想說 老師 你之前推薦的股票很強耶 我跟你說我都沒有買耶 好可惜喔 你去看一下我們小編貼給你的 貼給你的文 貼給你的建議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好意思這樣講 有些人之前 一直問一直問 買每個塊 買每個塊 至少四五次叫他買 不要 不屑 今天大跌300多點 每個塊還漲停板 不過明天你就不要追了 明天你就不要追了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喔 明天你每個塊就不要追了喔 我不要追喔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喔 你不要明天開屏 打到跌停 你就說什麼 我害的 都已經拉120 你就不要追了 40幾塊叫你買 50幾塊叫你買 你還說什麼 喔那個 你40幾 我看你在電視上講過了啊 那怎麼樣怎麼樣 對對對 你不賺錢喔 都別人害你的 喔 啊你自己加油啦喔 我是覺得喔 我們會好好教育一下我們的小編 我們的助理啊 就是那個不會感恩的就 幫他一次 一兩次就好了啦 不要常常幫他 幫他沒有用啊 他不會感恩就是不會感恩 這個盤喔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你像昨天美股 跌500多點 那科技股更是重挫 那是打個跌2%跌3% 然後早上日本股市也是重挫 重挫 亞洲股市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說台股今天會有什麼樣表現 用角度去想也知道啦 用角度去想也知道 所以 見怪不怪 你說台積電今天 又跌回到580 那可不可以買 我說你是 上市加上貴2000檔股票 一定要買台積電 我想不透有些人的想法 好壞問啦 我是覺得 該回答我回答就好了 那不應該回答我們就 一笑自知啊 那不然怎麼樣 今天航運股又沒有漲 那今天台股開低走低 重點是國際的利空啦 那主要是 大陸那邊對阿那邊在能耗雙控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昨天美股呢大跌是因為 舉債上限啦國會還沒有通過所以 可能啦 如果這兩天沒有通過的話 可能10月1號 美國的部分的 官方機構可能要關門因為 沒有錢 沒有錢可能就會關門 你像前一任 前任川普 川普在做總統的時候也是一度關門嘛 關了大概 16 7天吧 那國會才通過他的那個 舉債上限的那個法案 所以喔 你說美國政府關門 有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也不要想太多 他們有時候也是利用一些消息呀 在炒股票 一樣啦 不用講那些有的沒有 你像這幾天爆發說FED的官員嘛 對不對 分行的主席 常常出來講話一下多一下空一下什麼歌派一下就音派 就兩個啊 被迫退休啊 提早退休啊 為什麼 他自己在炒股票嘛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用懷疑啊 你不要認為說什麼 官員就一定很高尚什麼 沒有 沒有 大家喔 這麼努力就是為了要賺錢啦 對不對 因為有錢 就有好處 對不對 你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所以也不用妖魔化什麼我們這一行或是說妖魔化 某些人 那些民意代表也是為了錢啊 不然為什麼 所以雅谷是一面倒啦 那今天是摩台的壓低結算跟周選河結算所以 今天是空單大贏 今天是空單大贏 而且贏得很誇張喔 我看那個就是 選擇權都是幾十倍幾十倍在跳 空單是大贏 那 因為明天是月底啊月底要結算第三季的 績效 所以 今天啊 一些頭性的潤陽股 開始被結帳喔 而且是重挫 重挫壓低喔 所以這有點不太尋常喔 就是可能他就 沒有撐到最後一天啊 你像有些股票 你像 你像漢磊 這盤中也是打到跌停 盤中也是打到跌停 這頭性之前買很多啊 這我不用打給你看吧 你像那個什麼 政要也是啊 這頭性之前買很多啊 包含你最清楚的南電 當然你說老是南電他們是南電星星是因為那個大陸限電的關係啊 那也是有嘛 之前頭性是不是買很多 你自己看嘛 這是南電的K線圖 頭性有買啊 這邊殺下來以後一直買啊一直買上來嘛 買上來今天打下來嘛 就提早結帳他不是拉到最後一天啊 不是拉到明天最高點結算他開始有人就開始跑了 包含那個 錦碩也是一樣 這都一樣的 你看他平台也是跌破 平台也是跌破 你像那個 比較投機的陽明光 這也沒有很好啊 你的頭性買那麼多 他今天也是 長黑啊 他也是提早拉起來 提早拉起來做結帳 所以 有些股票啊你要特別清楚說 人家 季底結帳沒有錯 不一定要拉到最後一天 但是你現在你要去注意的是 接下來人家第四季可能會買什麼 比較有機會是什麼 你像D檔 我就講嘛 今天友達也沒跌啊 人家頭性買了五天 今天不要算了今天還不知道 頭性買了五天嘛 就這麼簡單 頭性能買五天啊 他不在這邊二十二塊買 他在這裡買 他在這裡買相對的低點嘛 你也知道他三十幾塊跌下來嘛 對不對 那你就要很清楚說 那這邊買的話會不會一定贏 不一定啊 他這邊買 他這邊買上來 也沒有贏啊 最後還是下來 所以你要看清楚 當法人有在後面做支持的話 底部有機會成立啊 他是底部有機會成立的啊 包含昨天 投信開始在買南亞科 買望紅 那你就要了解說 投信可能開始要翻多記憶體 對不對 你會說老師早上美光公佈財報 盤後大跌4% 我跟你講喔 你去看美光的K線圖 美光啊 之前低論的報價一直跌 他都沒有跌 永不少了 所以他現在是補跌而已 補跌而已 那關門重點還是在貨櫃三雄 當然你說今天散裝的比較強 但是散裝 賺多少錢 你去看一下 人家貨櫃三雄賺多少錢 所以 不要去比較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 去拿一個 同類量的來比較 你懂什麼 你不要拿你的拳頭去比人家大腿 怎麼比的不對嗎 人家會笑你說什麼比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也不要拿我去跟其他老師比 我覺得沒什麼好比的 人家走人家的陽關道對不對 發大財 撈錢嘛對不對 我們走我們獨木橋 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堅持嘛 你這樣每個塊 48塊之前叫有權嘛 我們在這邊推薦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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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不要啊 倒映漲停板那一天 9月22號84塊9 隔天創新高 再隔天漲停 漲停板 再隔天又漲停板 昨天創新高 今天又漲停板120 今天9月29號 你今天才要追喔 不是啊 你還沒去到這裡買啊 隔天第2機叫你買的那不對 盤整了5天叫你買的那不對 對嘛你這樣 你反過來看 對耶 你如果這裡有買 賺到變過 問題是這裡不會買 重點是低檔你不會買 所以很多東西 假講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還是要時間去驗證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 推薦給客戶 包含投資朋友你 有些人他只看到收盤而已啊 他明天就忘了這件事情啊 那有些人他是盤中插一下花 然後每次都做錯邊 然後每次都賠錢 他覺得說 那老師你不准 奇怪什麼叫做准什麼叫不准 對啊什麼叫做准什麼叫不准 這政府做得很好嗎 對不對 蘇貞昌說他那個整個政府的年度總預算是那樣舉債多少 你相信嗎 不相信嘛 人家吐槽啊 連神明都敢騙了 有什麼好相信的 他也沒話講 事實就是這樣嘛 你懂為什麼 就像我們IT大臣 最近拍了一部影片在那邊宣傳五倍券 在那邊扭屁股啊 怎樣怎樣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對不對 當然了 絕大多數人是覺得很好笑 那很好笑他還是要這麼幹嘛 為什麼 拍廣告有錢啊 對不對 幾十萬耶 多好啊 所以你不要用單方面的思考邏輯去看人家 人家會笑你的 對不對 做官那麼辛苦又會被罵又會被虛對不對 幹嘛做官 不是為錢就是謀利嘛 不是謀利就是謀財嘛 明跟利而已啊 那不然 所以不要太把自己看得太高 我沒有看得很高 我這個人我就跟你講 我老師我做17年 有行情我跟你講有行情 這個行情雖然走到這邊指數 紅色警戒但是我就跟你講嘛 中秋節過後我就跟你講都小型股會漲 你看今天有多少小型股在漲停板 你去打出來看 清一色全部都是小型股 全部都是小型股 你跟著我來 跟著我來布局 你說老師今天你有沒有動作 有今天我有動作 我們下半場才講 所有的投資朋友你可以看過來 包含你長期在注意我節目 包含我們 LINE上面的所有客戶都可以做見證 有沒有賺錢 會不會讓你賺錢 你自己也要很清楚 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不知道的跟著我來 我們先進廣告再回來現場見 謝謝 中秋慶團圓 抗疫一條心 888專案架 幫助您在後疫情時代中 突破困境再創高峰 支付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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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部直播 立即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水扫丢路都撞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口罩除以1200到6000罩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观众朋友 这个盘我们今天是做多了 做多上尾 上尾是做风力发电的 那个风力扇的涂料 他说老师 很久没有人听讲这种股票 我说对啊 其实没有人讲那才是好 你懂为什么 你像我之前在跟你讲 五三二一的有权 跟你讲三二三二欲解 那时候也都没人讲 就是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哇涨到最近要喷耶 喷你知道吗 喷就有老师会看到就冲进来 那我就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 每个块你明天就不要再追了 我会去布局低档的股票 那说老师 他今天跌了300多点 到底行情怎么看 我说还是有这么多股票涨停板 这是事实嘛 你会不会做股票就在这边 对不对 你说老师 那个隆登连续三天涨停板 到底为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是做农药的 可能是大家想不开 所以这可能会很好 不能这样解释 所以有时候 不知道要说不知道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你要了解我在讲什么 那加入我们团队 你说的QR Code 就加入我们的那个LINE群组 是不用钱 但是你可以看我们里面的分析的内容 给你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义务 不说什么一定要帮你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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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都是同行来乱的 有的是可能你有参加别的老师 然后你只是在比较 就比较就比较嘛 你懂为什么 因为通常你贴给我们以后我们就会跟你讲说 那你去看他今天晚上节目讲什么嘛 都没同样啊 那就是你贴钱买的老师啦 那你了解什么 所以避免有这些困扰的话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要求你 不要把别的老师的讯息贴给我们看 因为我当然知道其他老师在搞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主持公道啦 我们也不是金管会的官员 虽然我以前待过财政部 可是我们不是属于金管会体系的 那你自己加油 就得一次教训学一次拐啊 那不玩 这么好的老师你不跟 那你还去跟那些欧罗没坐的 我怎么滑倒 那你说老师那今天这个盘这样子下来 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机会啊 机会天天都有啊 看你怎么掌握而已嘛 上尾这档股票是 因为最近大陆在缺电啊 我大概跟你报告一下 他从去年高点跌下来 刚好跌了快一年 我已经算不出来 他跌几天了 周期跌几天 我记得去年高点就是181 跌到今年 刚好跌快一年 你看导播你放大了 导播来 他最近是这样 他就不跌了 我没有买在这里啊 我也没有买在这里 我等在这边 他今天稍微要放量要突破了 我才开始买进 为什么 因为这边哦 投信开始连续买进 他相对的低档买 你知道这投信哦 你不要看他们那些硕士博士 还真的有两把刷子耶 他这边他不拆底 等他拉一段跌下来以后 他在这边买 他在这边买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是起涨点的话 这骨骼很恐怖哦 因为他一年没去 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缺电 因为你像哦 现在烧煤的电厂买不到煤 因为焦煤焦它很大涨你知道吗 然后呢烧煤的买不到煤 火力发电厂买不到煤嘛 那那个天然气发电呢 你知道今年天然气涨了300多% 光天然气的报价就涨了300多% 三倍 所以我跟你讲哦 有些数字哦 小银政府是没有拿出来看的 你像那个台电今年大赔了 赔非常的惨 我跟你讲 我直接告诉你赔非常的惨 你光那个天然气就赔多惨 台中火力发电你说烧煤嘛 那你看 现在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 买得到没哦 不一定买得到哦 因为那个散装航运 那个报价一直在上涨嘛 一日一日跳一次啊 每天都在晚上涨 所以我是跟你讲哦 很多东西就是 之前风力发电成本可能高了点 现在搞不好 搞不好也不错哦 所以你要注意哦 像你说老师那中芯店涨得比较多 那中芯店比较低价 那今天是48块嘛 另外你要看一下那个什么 世纪钢嘛 9958 9958今天也是涨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缺电的概念股 大家会转到一些太阳冷 风力发电 那经济昨天 经济昨天很强哦 投信也买了 你看那投信哦 一路卖 一路卖到昨天 就像我讲的 开始翻多了 开始翻多了 其实它操作的也不错啦 我跟你讲它操作的也没有错 他没有买最低点 你知道吗 它等它正式开始转强的时候才开始买 那希望它是连续买啦 不要说买一天而已 他如果连续买的话就有好戏看 好 这信音啦 今天还红的 这蛮强的 这股票你不会买的 我跟你讲 这股票你不会买 跟你讲 公司在买酷产股 对不对 拿什么题材 当人家每天给你追踪 没有用啊 你只有看到说 它涨停板了 我没有买 就这样而已啊 你只会说 又涨停板了 我又没有买 好可惜喔 对 很多投资人就是这样 哎呀 又涨停板了 阿谭老师这推荐了 有啦 你给我讲啊 没有买啊 没有买 你好意思讲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你已读啊 你讯息都已读啊 小编也都看得到啊 你就是已读嘛 对不对 这边听 这边出去嘛 这边看 有看没有进去嘛 没有用啊 对不对 滑琴 我是觉得立台是被误杀啦 那这两天也都一下来 因为板卡 我跟你讲 你去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市场 你去看一下 这板卡还是缺货 你自己去光华商场走一圈 你就知道 我在讲什么 股后概念股 这我要看好 那这个不要碰啊 这已经偷偷的破底了 我实在是不想讲 有人又拿出来问说 老师 他这个破底怎么办 破底怎么办 送你还是这四个字 送你这个四个字 破底怎么办 你还好意思说破底怎么办 高端破底 破线了怎么办 你还问我怎么办 他都还没跌 高端都还没跌了 对 日本已经不承认我们 美国根本就不摔我们 你觉得美国会承认吗 我今天买这一支 我觉得有机会成为奇葬点 应该明天盘市转好 他就上去了 因为缺电 因为缺电 所以你自己要加油 因为这种股票已经结了一年 那跟着我一起来 想买好的股票 想买十月份会涨的股票 跟着我来 我们明天见